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最新研究发现,咖啡和茶一闹,能够保护神经 而且由于大脑健康 咖啡和茶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两大饮品 那么,咖啡和茶对于我们大脑健康的一个影响 对于大脑的退行性疾病有什么潜在的益处 对于这个课题,其实科学家们早就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些科研团队究竟有了些什么新的发现 爱与咖啡是全世界消费最广泛的饮料之二 茶是世界上仅吃与水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 全球约有30亿人喜欢喝茶 那么基本上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个人爱喝茶 至于大家有多爱喝咖啡 顶看科学的数据统治显示 全世界平均每天要消耗22.5亿杯的咖啡 杯子连起来简直能要地球7.5圈呀 那么,从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 茶和咖啡早已经是深深的拥有到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 作为人类社会当中如此重要的饮品 科学家们也非常的关注他们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影响 尤其是对大脑的影响 许多人几乎每天都喝咖啡和茶 从一杯到五杯以上 所以,了解咖啡和茶对我们健康的潜在益处或风险很重要 近日,由中国眼科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何明光教授 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 朱卓廷博士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咖啡和茶的摄入量 以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黄斑视网膜的中心部分 在眼睛的后面 给我们的清晰中央视觉 视网膜神经纤维层是一层薄薄的神经细胞 它将视觉的信息从眼睛传递到大脑 该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我们每天喝两到三杯的咖啡或四杯以上的茶 黄斑厚度会增加 朱卓廷博士还表示 该研究使用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 作为衡量大脑健康的标准 层越薄,神经变性的风险越高 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变薄以认知衰退 以及神经退行性变化之间 有着明显的关联 比如青光眼、帕金生病、阿尔兹海默症 和轻度的认知障碍等的疾病 反过来说 层厚度的增加 意味着罹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得以降低 研究团队对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的 35000多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参与者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 是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来测量的 这是一种使用反射光 创造眼睛后部图像的非轻入性的成像的方法 并由内置的远见自动的分析 结果显示 喝咖啡的人 黄斑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层的厚度显著的增加 尤其是那些每天喝两到三杯咖啡的人 喝茶的人也很好 每天喝四杯以上的人 黄斑的厚度显著的增加 比完全不喝茶和咖啡的人高出了15%到16% 朱博士还强调 之前研究发现 喝咖啡和拥有健康的黄斑视网膜神经 纤维层的厚度之间存在的一个甜蜜点 这意味着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适量的咖啡是最好的 此外 并不是所有的咖啡都是有一样的效果 许多的研究表明 适用咖啡可能是许多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 包括神经退行性的疾病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喝高质量的咖啡效果更好 此外 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其实也进行了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 他们对于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365682名的参与者 进行了长达11.35年的这种追访 同时记录了他们茶和咖啡的收入情况 观察他们中风还有痴呆这两种主要疾病的发生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 与完全不喝茶和咖啡的人相比 每天喝两到三杯的茶 中风的风险降低了16% 而每天饮用两到四杯咖啡 可以使中风风险降低12% 相比之下 每天两到三杯的咖啡 加两到三杯的茶的效果更好 导致中风风险显著降低32% 每天喝两到三杯的茶 或者是两到三杯的咖啡 与痴呆风险降低28%有关 这个风险的下降幅度高于单喝茶 或者是单喝咖啡的情况 说明 茶和咖啡联合的饮用 对于预防这两种疾病 可能存在着这种协同作用 研究研究员分析认为 这可能跟咖啡还有茶里面的多种的生物活性分子 发挥潜在的作用 是有关联的 上一个研究中也提到 素红咖啡恐对大脑健康造成损害 我本研究也进一步的对比了不同种类的咖啡 素红咖啡 线膜咖啡 低音咖啡的区别 在喝咖啡受调查者中 有44%的习惯应用素红咖啡 17.3%应用研磨咖啡 而15.7%应用低音咖啡 研究进一步去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类型咖啡 对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的一个影响 发现了这些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引用研磨咖啡的人 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层的一个厚度就最厚 其次是素红咖啡 而最后是低音咖啡 所以有条件的情况下 尽量的选择研磨咖啡 虽然上述的研究中都显示了喝咖啡和喝茶 对神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要适度合理的引用 毕竟过量的摄入咖啡因 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 比如说失眠了 焦虑了 甚至心力加快 还有可能加快钙流失等等 对于孕妇儿童青少年这些特殊的人群 就应该要谨慎的喝咖啡 所以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 去适量的享受这两种的饮品 一般而言 每个正常人一般每天摄入30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 并认为是相对安全的 咖啡和茶都是生活中大家比较喜爱的饮品 适当的饮用对健康是有益的 所以大家平时空闲的时候 不妨来一杯提神醒闹 看到这里 您对咖啡和茶这两大饮品 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